在宠物的世界中,鸟类一直以来占有一定的地位 许多人从小到大应该都养过小只或可爱的鸟类吧 可能是蚊鸟,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鹦鹉 有些人甚至会养一些民情,听它的叫声 更或者有人养鸡鸭鹅 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是许多人喜欢的宠物之一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养鸟呢? 其实鸟类这种动物呢,宠物性非常的高 特别是从小养大的鸟类 一直以来,鸟都和人有很好的互动关系 特别是从小养到大的 无论是文鸟,或者是八哥,甚至一些民鸟 更或者是我们提到的鸡鸭鹅之类的鸟类 如果你从小养到大,跟人类都有一定以上的互动 这也是喜欢养鸟的人的乐趣之一 所以鸟类一直以来都很受人类的欢迎 你可以到各县市看到许多的鸟店就会知道 许多人养鸟 不过有一系列的鸟类 特别的聪明跟长寿所著称的 这个就是鹦鹉系列 鹦鹉系列是全世界都有分布的鸟类之一 全世界的鹦鹉品种大概有300种以上的品种 不过这种鹦鹉系列有三分之一的品种 这最主要的原因除了捕捉之外 还有因为这些鸟类的聪明性互动性非常的高 这些高聪明性互动性高的鸟类深受人们的喜好 所以商业型的捕捉造成了数量大量的减少 并且加上原产地的破坏 而造成兵民灭绝 例如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小蓝金刚鹦鹉 就是其中一种品种 如果你没有听过它的故事的话 你可以点一下右上方的连结 可以前往观看 那里会告诉你说小蓝金刚鹦鹉 现在进行的富裕 恢复到大自然的状况 而今天我们聊自然所要介绍的品种 也是鹦鹉中聪明的代表作的品种之一 非洲灰鹦鹉 非洲灰鹦鹉又称为灰鹦鹉 或者是钢果灰鹦鹉 字面上最常见的生物其实叫灰鹦 它的体型的大小其实不是很大 大概是30到40公分左右 重量大概在400到600公克之间 它们的羽毛呈现灰色或者是浅灰色 眼睛是白色到黄色的颜色 它们最大的特征是全身上下 有着银灰色的羽毛 那常常有人带着灰鹦出门的时候 就会常常会有人指着它说 这是鸽子吧 没错 鸽子也是这种颜色 所以对一般人而言 它的颜色跟鸽子是非常相似的 其实非洲灰鹦鹉在全世界上分成两个亚种 主要分成原名亚种的非洲灰鹦鹉 和另外一种我们称为提姆那灰鹦鹉 这两种灰鹦鹉最大的差别有几个特征 一个是体型的大小 提姆那灰鹦鹉的体型比较小一些些 并且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提姆那灰鹦鹉的嘴巴的上缘是有颜色的 它的嘴巴上缘有一种红色的颜色 并且在维羽的地方有一个比较偏暗色的黑色的颜色 而这两个差异点就可以让我们分辨出 一般的灰鹦鹉跟提姆那灰鹦鹉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地图 其实它最主要的差别性还是主要是产地的差别 后面这个地图的左下方 其实就是这种特殊的灰鹦鹉所生活的原产地 而其他地方就是一般灰鹦鹉的原产地 在早些年的时候 灰鹦鹉主要来源都是野外捕捉 这种大量型的商业捕捉 会造成大量的灰鹦鹉的死亡 因为主要都是走私的关系 在运送的过程并没有人道的处理 造成大量的鹦鹉因为走私而死亡 依照估计1993年到2003年之间 至少有超过35.9万以上的灰鹦鹉 在国际上进行交易 因为这种交易的行为 也造成野外族群大量的下降 不过因为这几年 因为繁殖技术良好的关系 你在市面上所看到的灰鹦鹉 大部分都是繁殖出来的个体 对野外已经减少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在市场上 你常常可以看到 刚出生没多久的灰鹦鹉宝宝 这个就是人工繁殖下的状况 大量的人工繁殖 减少了对野外族群的压力跟捕捉 那为什么灰鹦鹉会被认为是 全世界最聪明的鸟类之一呢 这个就要说说一只非常有名的灰鹦鹉 Alex Alex是一只很普通的灰鹦鹉 出生在1976年 死亡在2007年 它总共活了31年左右的时间 你会觉得31年很寿命很长吗 不过在灰鹦鹉中 31年算是中等寿命 而这只灰鹦鹉为什么有名呢 主要是因为 它是一个动物心理学家 所训练出来的灰鹦鹉 当Alex一岁的时候 这个科学家在宠物店时 随机的买了它 并且经过一连串的训练以后 科学家发现 Alex在两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可以回答 人类小朋友六岁左右的问题 基本上 他可以分辨超过50种以上的物种 七种颜色 五种形状 并且他可以区分出 大跟小的差别 物体相不相同的差别 而他所记忆的词汇 则超过100个以上 在许多影片中 你都可以看到他 思考的回答模式 可以看得出来 他非常有思考能力 这也让他变成 全世界最聪明的灰鹦鹉之一 而经过人类的教学之后 也可以证明 灰鹦鹉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物种 并且它可以了解人类说话的节奏跟行为 并且进行行动 不过Alex的寿命并不是很长 只活了30年左右的时间 其实这种灰鹦鹉的寿命 应该是一种蛮长的生物 基本上灰鹦鹉如果照顾良好的状况下 至少可以活到50年以上 其实鹦鹉类的寿命都蛮长的 如果你有养过鹦鹉的话 小型的鹦鹉 例如鹰哥或是小鹰之类的 基本上都可以活到10年以上的时间 中型的鹦鹉 例如和尚鹦鹉 或者是金太阳之类的鹦鹉 基本上都可以活到 20-30年以上的寿命 体型非常大的鹦鹉 例如金刚鹦鹉 则可以活到六七十岁以上 灰州非鹦鹉呢 灰州非鹦鹉因为介于这两个体型中间 大概活在50年左右的时间 不过说起的寿命 其实也很难讲 到底可以活多久 主要原因 是因为现在的宠物市场中 常常因为浑养 或是饲养或是交易的关系 常常带有不同的疾病 例如有一些鹦鹉类的疾病 就很容易造成鹦鹉的死亡 特别是某一些病毒 这些病毒常常会造成鹦鹉类 大量的死亡 如果你想要养这个很聪明的鸟类 你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这几年因为人工繁殖的关系 其实你可以在市场上 看到大量的灰鹦鹉宝宝的出现 如果你想养的话 你要特别知道 这种鹦鹉非常的聪明 所以它很需要人的陪伴 非洲灰鹦有良好的记忆力 可以记住复杂的事物跟情境 并且它们还有强烈的情感 可以建立起和人类之间 非常深厚的感情连结 通常灰鹦只认一个主人 所以在有家庭的状况下 常常会把其他的家人 咬得乱七八糟 这也是要注意的一个状况 但是因为非洲灰鹦 非常的聪明 它就需要主人的互动跟陪伴 如果你缺少了互动 这种鸟类会产生心理上的问题 有一些人养的灰鹦鹉 因为缺乏互动 而产生拔毛的现象 或者类似自产的现象 这个都不少见 定期的陪伴 对于这种鸟类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需要注意的 就是目前在市面上 有许多的宠物鸟 身上都带有着病毒 特别像是前卫扩张的病毒 酸病毒等等 这些病毒 有些是隐性的 并没有显现在外城 这种病毒传染力很强 而且几乎都是致命的 经过的传染以后 很容易造成鸟类的死亡 要知道 病毒这一类的东西 并没有许多的药物可以医治 多半是使用支持性的疗法 但是对于鸟类而言 支持性疗法 效果都非常的糟 所以如果你要购买鸟类的时候 你要仔细选好 你的种源的来源 因为这些病毒 其实主要还是以雨穴 或是毛穴所传染的 大量鹦鹉养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互相感染 互相的传染 所以在选择来源的时候 可能要找比较有把握的来源 并且在饲养上的时候 减少跟其他鸟类的接触 这些病毒都是以雨穴 或是毛穴做传染的 并不是非常好防止 有可能你去参加鸟聚 或去外面逛逛 就把病毒带回家了 这个对于你的鸟而言 是非常危险 毕竟 它的生命 如果好好的照顾的状况下 可以活上50年之久 但是死于病毒的鸟 却是不少 好了 我们今天聊聊 这个特别又聪明的鸟类 不知道你对它 有充分的了解吗 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下一次再聊聊其他议题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